张继科的欠赌债风波愈演愈烈 虽然张继科两度下场否认 实锤却越拔越多 记者李维劳更是正面回击 直接曝光了一张由张继科签字画押的借款合同 将事件推上新的高潮 除了李维奥之外 记者好诚也曝光了一张疑似张继科手写的欠条 欠条表明张继科欠了500万元赌债 他要在2020年9月之前还清500万元借款 由于张继科在2020年之后还高调炫富 坐豪车住豪宅 不少网友因此嘲讽说 张继科有钱炫富 却还不起500万元的债务 但根据最新爆料的消息来看 张继科在欠债之后疑似卖车还债 很多网友都好奇的是 张继科究竟欠了多少钱 需要卖车还债 甚至被传要靠麦景田隐私照片还债 有网友也怀疑张继科欠的赌债中 500万可能只是杯水车薪 如今张继科欠赌债 事情被曝光后影响极大 张继科作为代言人的运动品牌 安踏也删除了跟他有关的所有物料 并且回应媒体已终止跟张继科的合作 同时 跟张继科有关的商务合作 包括护肤品 家计 汽车等品牌方 也已经将张继科除名 官位已经搜索不到张继科代言的宣传物料 蓝卫官方媒体在跟踪报道张继科事件时 多选择给他的照片打上马赛克 但照正常情况 作为公众人物 报道时无需打马赛克 所以有网友猜测这是他即将被封杀的信号 另外 有消息称张继科的安踏代言费用每年1000万元 而他年收入曾高达6000万 他在这场风波中损失极大 如果不赌博不欠债 他也不会面临这样的经济损失 足以过高消费的生活 对于张继科欠债后是否泄露景田隐私视频 这一点上知情人士记者好成推测说 视频应该没有外泄 如果外泄造成传播影响 现在的张继科已经坐牢了 而面对波涛汹涌的舆论 张继科方面似乎有些束手无策 代理律师回应称 现阶段不太方便发表任何言论 毕竟我不是当事人 而是代理律师 现在这个案件如果要发生 还是需要和当事人有商量 而当时显然还没有新的回应对策 有一位知情人士于今年2月 向某博主私信爆料 涉及张继科嫖娼 召戒 坑门拐骗 帅大牌等 信息量巨大 据说 张继科在爆红时期利用自身人气 坑片奶茶 酸辣粉店的加盟商 让平民百姓血本无归 而他却赚得盆满钵满 除此之外 他还会卖一些成本低廉的周边产品 赚粉丝的钱 比如几百元一条的毛巾 此人称张继科出场费极高 瞧不起乒乓球里的其他队员 看不起一起上综艺的孙杨 一开口便是天价报酬 不仅如此 张继科还动不动毁约 人品极差 这位爆料者对张继科长达六年的控诉 始终没有人相信 直到现在大家才觉得细思极恐 爆料者说 张继科非常狂妄自大 觉得他和女人睡觉 是对女性的灯会 施舍 对全国各地的辟友都非常抠门 从来不会给有过一夜情的人送礼 甚至会暗示对方给他买昂贵的礼物 看点下才在圈那本就是常态 张继科也是如此 他与28岁女星曹斐然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 两人有过肌肤之亲后 张继科会大方地送礼物 毕竟对方是明星 除了曹斐然等女明星他会送礼 其他北京武汉各地辟友他几乎一毛不拔 从爆料者的文中可以看出 张继科不止与一位女星有染 此人知道张继科的身份证 呼吁有能力的人去查阅一下张继科的银行卡流水账 称他在境内外的多家赌场都有汇款记录 2019年张继科还曾在澳门召集 叫了一个外围女 据说张继科当年还带曹姓女星去了德国游玩 公费去日本时也会与美女约会 私生活极其混乱 然而2018年到2019年6月9日 张继科与景田是公开恋情的状态 爆料者称自己这六年里 持续调查张继科 坚持为正义发声 却多次被打压 过着人间恋狱般的生活 只希望大家能看清张继科的真实面目 张继科为什么会这么缺钱 都说文体不分家 张继科在退役之前 视频谈历史上第七位大满贯选手 李约奥运会后 他因为竞技状态下滑而退出中国南拼 转而进入娱乐圈 并迅速成为现象级网红 个人的商业价值凸显 仅2016年他就有萌宁 可口可乐 李宁 安踏等多个品牌代言 到了2017年 他的身价就高达6000万 仅次于孙杨 后来 张继科索性开启了工作室 2019年 他凭着运动明星的光环 当起了品牌的联合创始人 17天的时间开了100家分店 坦白说 张继科的这些年赚钱能力 还是超强的 不过 虽说能挣钱 但他的吃相多少有点难看 先说其综艺表现 再与其父亲一起参加的 综艺急速前进里 他一遇到问题就摆烂 最后干脆摆烂 几乎每期节目都是父亲主导 到最后 他更是直接退赛了 让人无语 女儿们的恋爱中也是如此 与金晨聊天时 也是经常低头玩着手机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接着便是他各种狮子大开口 他曾在采访中说过 说自己不会去拍戏 其实不然 有网友爆料他是找过剧组的 并且开架一个亿的片酬 让后者直接下退 当然 在眼下正处红利七的直播行业 他也没有放过 不仅时常做客各大网红直播间 自己也会开直播 还是常让粉丝刷礼物 前面力挺他的小杨哥 就是这样认识的 但理说 名利双收的工作 张继科应该更加用心才是 为何是这样的态度 对照此次他的丑闻事件 原因或许是因为涉赌 毕竟赚再多的钱 也扛不住赌啊 并且人一旦试赌成性 自然对其他事就不会太上心 早在2004年 体坛周报就曾报道过 张继科借别人银行卡 涉赌的事 最后还因为输光了 离队出走 2015年 德国的明镜周刊也将张继科 在比赛期间 溜出去进赌场的事给报道了出来 此外 网友也爆料了张继科 在2019年两次去往 柬埔寨的首都金边 要知道 柬埔寨是合法涉赌的国家之一 张继科两次前往 或许也是如同之前一样的目的 试赌成性的人 没有一个好下场 当年的金利老板 身家过百亿 最后在赌桌上输了个底儿掉 对于张继科来说 如果说真的存在相关丑闻事件的话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无论是体育圈还是娱乐圈 都将会彻底沦陷 未来很难再有任何发展的前景 甚至会面临着一些处罚 但是如果说张继科 能够自证清白的话 也或许能够给这件事情 带来一定的反转 接下来就看张继科团队 如何回应这件事 面对着知名记者的曝光 欠巨额高利贷的欠条 张继科团队一直没有回应发声 其实正常来讲 对于一个明星来说 如果面对着外界铺天盖地的争议 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冲上热搜 如果这些事情都是虚假不真实的话 肯定会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权 但是张继科此次保持沉默 或许能够看出一些问题 但是很多人也都认为 张继科或许是想要冷处理 通过时间的推议来冲散这一波热度 从而不会让人们关注这件事 后期大家就逐渐淡忘了 也不会追责到底 但事实证明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们国内权威媒体人民日报正式发声 连夜发布了一个重量级的消息 人民日报写道 张继科刷屏 要查清三件事 要查清有没有人违法犯罪 要查清有没有人造谣诽谤 要查清有没有人浑水摸鱼 这也意味着张继科事件已经得到了更高部门的关注 张继科事件不可能就这么简简单单就完事 需要彻查到底问责到底 把相关责任人抓出来严惩 张继科如果真的存在问题 那等待他的肯定不是用时间可以冲散来解决问题的 肯定将会严厉的制裁 所以说这也代表着更高层的态度 面对这一次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张继科造成了这样大的影响 所以说这件事只礼包不住火 在人民日报点名之后 张继科如果真的存在问题势必会遭遇重罚 不可能就这么不了了之 其次对于张继科来说更为严重的是 这位有着国平昔日赞傲之称的大满贯选手 也是遭到了多个品牌方的解约 对于张继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甚至个别品牌的代言签约一年费用就多达一千万 面对着各个品牌方的解约 对于张继科才是真正的坏消息 或许张继科的人生也将会就此走向下坡路